近日,严承旭在一档综艺节目中感动落泪,与嘉宾分享原生家庭的伤痛,他在节目中看到嘉宾联想到自己父母离异的经历,严承旭红了眼眶,甚至一度哽咽,还说如果自己走进婚姻,不希望自己的小孩也觉得不被需要,希望同样的事情不会在他的小孩身上重演。 他透露当时父母离婚,自己是被妈妈抛弃的。严承旭的话语让现场气氛变得十分温馨和感动。不少网友也对严承旭表示了赞美和支持。严承旭家境十分的贫苦,小的时候没有吃过新鲜的蔬菜,也没有新衣服穿。在严承旭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病过世了。 这让年纪还小的严承旭就不得不担起养家的重任。他去工地搬过砖,当过服务员,做过酒保,还摆过地摊。他更是因为交不起学费,在高中就退学了。不读书的他彻底成为打工仔。一路走来他受过太多冷眼。成长经历使严承旭很自卑,他也因此错失至爱。严承旭的前女友是堪称女神级别的林志玲。 当时两人真的是深深爱过。林志玲受伤坠马时,严承旭放下手头工作从韩国赶回来。不顾一切地守在林志玲身边照顾他。但最后二人却是分手的结局。 对于分手的原因,严承旭说,我觉得我不够好严承旭曾在自己的书里用公主和王子来形容林志玲和他自己。 如今,46岁的严承旭还是单身。林志玲却已经嫁人,不免让人觉得有些惋惜。 希望严承旭在现实生活中,能找到一个真正可以理解他,深爱他,温暖他的人。 陪伴着他走过漫漫的人生岁月,组建幸福美满的家庭。 同时也期待严承旭能够继续用他的作品,为全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